美国提供给外籍人士的工作签证一直以来都是供不应求 申请人数也不断增加 但自从川普上任之后 移民政策一直在紧缩 审批也变得更加严格 根据川普前顾问班农表示 持H1B签证留美工作的高学历 外国人会抢走当地人 特别是非裔和拉美裔的饭碗 他指出引入高技术移民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 H1B签证是美国政府对于外国专业人员设置的一种工作签 班农去年曾说 矽谷超过六成企业的行政总裁都是亚裔 面对不少持H1B申请职业移民的中国人与印度人 班农认为这些人到美国抢饭碗 特别令非裔和拉美裔人士面对不公平的竞争 无法获得高增值的科技工作 他同时强调 这个观点并不涉及种族歧视 然而有亚裔美国人公平推进组织干部指出 班农以前从未帮少数族群以及移民发声 现在这样说纯粹是利用亚裔教育程度较高的迷思 挑拨族群之间的仇恨 以阻碍所有非白人的发展空间 新闻时事报记者罗千竹整理报道